5期健康同學會 遇見新同學 大家好 我是芋芳 大家好 我是沁學 我來問一下沁學 最近幾天好久不見對不對 好久不見 過了一個年了 覺得... 你好像最近 有瘦一點 是不是 我還以為你要講 講說更帥一點 然後變年輕一點 穿黑的比較瘦一點 是不是見面只要講說你變瘦 心情就會很好 會很好 被稱讚 對 但是如果說你變胖的話 可以交的朋友對不對 人家是講實話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在意 對方的身材 是因為其實我們真的很關心 你的身體健康 對 一旦講到說 你是不是變胖了 感覺好像有很多的疾病 可能就會圍繞這裡 好 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康寧大學副校長 馬熙平 馬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是 我們新陳代謝科的醫師 我們的陳傑文 陳醫師 你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藥師陳元寅 陳藥師 主持人好 四位來賓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特別歡迎的 就是我們的營養專家 我們的營養師 蘇青 蘇青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馬老師 保老師待會要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開心的過程 很恐怖 很驚人這樣子 生死走一回 但是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心血管疾病的話 是年紀稍微長一點的人 才會發生的 但是不是喔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根據衛護部以往的統計 每24分鐘就有一人死於心臟壁 也只在我們心血管危害的比例 其實上是所有的危險因子中面最高的 容易導致所謂的心血管堵塞 或者是中風 或者是有心肌梗塞的一個病點 對於有些朋友 他其實已經可能發病 除了飲食啦 活動之外 我想刻不容緩的 就是要立刻予以藥物的介入 除了口不治藥之外呢 也有一些打針的真劑 膽固醇的標準能夠達標 然後達到預防再次發作的一個問題 周狀硬化其實就是一種血管的病變 那其實就是膽固醇卡在裡面 所以它慢慢的堵塞住了 那堵塞住了以後呢 血流自然就不通 我們變得動脈硬化斑塊 就破裂出來了 產生血管 把暢中的血管就塞住了 這就就是所謂的 有些是中風的問題 有些就是所謂的急性心肌梗塞 由於周狀的動脈硬化早期 往往沒有症狀 所以患者常常在血管硬化到 一定程度的時候才被發現 因此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 患者平常就應該注意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如果發現有胸患胸痛的症狀應該儘速就醫 也需遵照醫阻 不用抗血小板凝擊的藥物 以降低心臟腦部周邊血管 酸塞疾病的發生 心血管疾病長期都未練國人的十大死因的第二位 那根據衛護部以往的統計 每24分鐘就有一人死於心臟病 另外使用抗血小板凝擊藥物容易導致出血 特別是我們東方人的出血風險 會高於西方人 那因此例如年長者或是病患為高出血風險的族群的時候 應該跟醫師充分的討論 選擇兼顧療效跟安全性的治療 好 這個高血脂還有心血管病變 真是越聽越可怕 而且你就是看那個影片就覺得 我好像也是過這種生活對不對 對 我那個炸的也不要吃了 然後油的我也不要吃了 然後什麼東西我都不要吃了 也不要聚餐了 對 都跟家人都不要好好的過日子了是不是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請教一下藥師 趕快跟我們講一下 聽說這個經過衛福部的統計 這十到十英裡面前三名 就是這個心血管病變 沒錯 根據2000年 2020年我們可以看到 衛福部公布108年度的十大死因裡頭 惡性腫瘤 心臟疾病跟肺炎本身 一直佔據這個十大死因的前三名 這個的數字跟107年是一樣的 下一張資料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死亡人數的一個結構 這裡有一個趨勢稍微特別注意 就是心臟疾病在近10年來 它的所謂的死亡人數的成長率 大概是癌症的死亡人數 成長率的3.5倍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2019年健保藥費給付的前十名 其實十名裡頭有四名 本身就是所謂的心血管用藥 我們可以看到像第四名的罐子駝 還有往下大概第六名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所謂的 降血脂的藥物 光這兩個藥品加起來 就健保給付的藥費超過40億 每年的用藥的人次 超過了120萬人次 對 那世界衛生組織公布 全球前大死因 裡頭心血管一直是頭要殺手 這對於醫療的上面的負擔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但是這個負擔的話 是不是一般民眾能夠去克服掉的 那我問一下那個馬西平馬老師 馬老師你這樣子 站起來我們真的要跪下去了好不好 好不好 馬老師自己都來了 來 歡迎馬老師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馬老師 那馬老師其實過去的話 也曾經發生過 有關心血管疾病的問題對不對 齊彥你這樣問我 那我要問你 我們平常講注意的時候 我們都說 小心 當心 小心翼翼 那講珍貴的就講小心肝 那我為什麼不講小老 當腸 為什麼都用心呢 可見我們最要注意的 小心的 當心的就是你的心臟 我跟你講 每24分鐘 就有平常一個人 死於心血管疾病 傷心 對 不能夠掉以輕心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們心臟真的很可怕 嚴肅講悲傷的事情 我看這幾條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很悲傷 比悲傷還悲傷 你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們馬老師年輕時候的長相 是不是 因為高以翔 真的 這個黃宏生 小鬼 黃明安 都好年輕喔 你說好年輕 張志軒 張志軒 他是model 而且注意 不要以為肥胖的人 才會心血管疾病 張志軒是高瘦的 高瘦23歲 就心臟病離開我了 對 為什麼我特別悲傷呢 因為我也是心臟病病友 所以我聽到這些人離開我們的消息 我真的特別緊張 那大家一定問 馬老師 你看起來很健康啊 你有什麼心臟疾病啊 我來跟大家看看這一張 你看到沒有 這是馬路 大蜈蚣 蜈蚣 這是拉鍊 拉鍊 這是拉鍊 從喉頭 喉頭 一直到肚臍 給你講 他用電鋸板鋸開 鋸開後用個大鉗子 很大的鉗子 把肋骨給拉開 拉開你後面的背 整個都受傷 因為肌肉拉開整個 扯開了 對 然後弄好之後 一回來我告訴你 我背痛 到現在還在背痛 天啊 到現在還在背痛 老師你是幾歲的時候發現 自己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這是六年前 六年前 在你家裡面躺了半年 這關鍵時刻沒有 我上面收視率都檢 我們運氣真的很好 老師現在可以站在這裡 跟我們了解 跟你講 我今天把這照片拿出來 給大家看 只有一個用意 就是你不要等到 開這個蜈蚣 開這個拉鍊的時候才會後悔 你要還沒開這個刀之前 你就要保養你的心血管 對 不要落到像我一樣開刀的下場 好 各位看看我為什麼會開這個刀 第一個 這是我在榮總座2567 電腦斷層 弄賣概化 你看看這個小白點 看到沒有 這小白點全部是概化點 看到沒有概化點 這就是我的心臟 這是我的心血管 然後第二個 來 為什麼我會概化 來看我的數字 我的總歹固存206 206還好算是紅字不算高 可怕的在這裡 注意看 我的好膽固存只有41 太低 我的壞膽固存143 太高 我的好壞膽固存差了102 差太大了 我告訴你 你這個心血 我今天來上節目給你面子 是 我現在其實都 我都不上節目了 是 因為 因為我的血管現在真的硬化 你曉得 我剛剛聽你講 你說你的高血壓低血壓 很健康對不對 對 我聽了就很火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的高血壓160 我的低血壓70 重要在哪裡 重點在它的差 壓差差90 90 差90是什麼意思 一般正常的壓差 我跟大家講 30最標準 盡量不要超過40 60以上就開始動脈硬化了 原來是這樣算的 我們不知道 壓差90 太高 心臟科醫生給我講 馬老師 你這個不降下來 你的動脈一天一天就硬化下去了 那個馬老師今天來 說特別看我的面子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在看 我可能會出現那種狀況 我們現場 我們現場是沒有血壓肌嗎 我嚇壞了你知道 我嚇了一身冷汗你知道嗎 不過你現在比以前瘦很多了 沒有 老師 老師是真心的朋友是不是 未必是看肥胖 我問一下醫師好了 醫師剛剛看那個數字 剛剛馬老師有講說 它的HDL跟LDL 兩個相距 壓差太大 超過100 而且壓差超過90 馬老師你那個數據是 還沒有開刀之前量測的還是 沒有... 開刀之後 開刀 現在還這樣 現在... 現在還這樣 對... 現在... 聽他頭有點痛 所以這個是開完刀之後 這個數字不太好看耶 對 是不太好看 很危險 對 看到的話 因為它後面的正常的參考值 是給一般的民眾的 那如果說是給心血管疾病 或是已經有糖尿病病人的話 那個標準會更嚴格 對 特別像你看總膽固醇 差不多... 我們馬老師吃超過200 以你的標準要到160 是 對 那還有那個不好的膽固醇 這所謂的低密度的膽固醇 這個數字 糖尿病的病人的話 是要100以內 對 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 更嚴格 要70 是 沒錯 所以這個好像... 太高了 加油 那怎麼樣子可以降下來呢 全天下所有能夠降學子的健康食品 我沒有一種沒吃過的 所以今天老師是用百老鼠的心情 來跟我們分享 對 沒錯 我告訴你 而且我跟大家要分享一個 我非常愛運動 對 非常愛打球 你是這種數據 我告訴你 你打球是害怕要命 我八年半不敢打高爾夫球 因為我怕走了高爾夫球場 發生什麼事情 救都沒得救 那我網球非打不可 那我網球只在一個地方打 三種的中山分院 就以前空軍總醫院 你知道為什麼在空軍總醫院打網球 因為網球場的隔壁 就是醫院 就是急診室 是急診室 我在醫院裡面打球 打下去馬上可以送過 為了要打球 還花這麼多的心血 還沒玩 這樣對嗎 我跟你講 我每次打網球 一打一打就喘不過來 喘不過來 就呼吸不過來 是 我就到急診室去坐下去 小姐馬上就幫我晾 晾血癢 變血壓 要等血氧慢慢恢復 所以急診室的小姐醫生都認識我 馬上老師你這樣子也很怪 就是你也是愛運動的人 你既打高爾夫球 你也打網球 還跑步 還跑步 跑步 都運動 結果心血管疾病還是早上你 對 就是因為我跟妳講壓力太大 年輕的時候當記者 吃的三餐都吃不好 不正常 再加上有一點遺傳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養你的心血管 這也講到重點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 陳醫師對不對 所以到底什麼樣族群的人 特別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 的確 因為其實心血管疾病 我們通常知道的部分 其實像什麼家族史 抽菸 這個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以外 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代謝症候群 像代謝症候群 總共會有五個要件 五個要件裡面達到三項 就要特別警惕自己了 可能剛剛有說肥胖 其實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重點就是第一個 妳的看看肚子有沒有凸得很厲害 我先 如果收得起來可以嗎 算 算嗎 妳把我編很久了 放鬆 看看妳自己的腰圍 就是要放鬆量是不是 沒錯 我們要面對它 像男生女生的尺度 就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平常就要養好一個習慣 就是要量腰圍 男生的腰圍大概是在35吋 女生的腰圍是31吋以內 就不能超過 就不要超過就對了 第二個的話 剛剛有找到血壓的部分 血壓的話就是包括有收縮壓跟梳張壓 這個都是平常我們都該去注意的點 不是說因為今天我很緊張 趕快去量一量 就把自己下個半死 其實平常都要量的 對 還有第三個就是先跳那個血糖值 血糖值的話 如果妳空肚子 對 空肚子大概到八個小時以上 有空肚子的血糖值有超過100 或是妳已經在吃一些糖尿病的用藥的話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危險因子 那實際上是哪兩個呢 就是跟膽固醇有關係了 膽固醇的話 第一個看到今天看三酸甘油脂 那三酸甘油脂的話 其實為什麼會在這邊提出來 其實在早早之前有個圖 就像健保局的那個用藥 用藥的話其實健保給付的那個條件 會看三大項 其中一項就是三酸甘油脂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也是我們國人當中就是有時候去吃油炸的東西啊 喝酒啊 這個就會不小心就容易會提高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好 第二個就是剛剛所說的好的膽固醇 那它的全名就叫高密度的紫蛋白膽固醇 那最近是說它的好的本錢呢 如果過低的話呢 像男生低於40 女生呢是低於50的話呢 它這個好的膽固醇呢 就沒有辦法把我們血中的膽固醇 把它帶到肝臟裡面去做代謝 那這樣子我們血管裡面那個 不好的膽固醇就會越積越多 所以這幾個點都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那個膽固醇分好跟壞對不對 然後不是說所有的膽固醇都是不好的 把好的膽固醇留下來 把壞的膽固醇把它給趕走 那這樣子看下來的話呢 玉芳妳這上面的話是不是全部都是 我自己 我每一次都在注意自己的血壓 但是因為現在好像說 因為血壓這件事情 年輕人現在也慢慢的血壓也變高了 所以說也會分一些年紀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數字怎麼樣的 一個偏差或者大概標準不一樣 我們要養成一個好習慣 就是平常要量血壓 而不是說看到去醫院 那去診間之前非得量不可 就去量一下 那之後其實如果可以在家裡 平常有在量 而且把它記錄寫下來 讓我們的醫師可以就做個參考的話 其實這樣子會比較準 而不是說就去看到什麼醫師穿白袍 會高起來這樣 可是醫師我們現在看這個的話 血壓它是比較容易被量測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經過減減才會 那我們看到剛剛 看這個的話其實有很多的 這些年輕的藝人 是不是 剛剛老師也特別講到 你說他有肥胖嗎 好像也沒有 而且他們也很愛運動 他們都在運動 你看高隱翔也很愛運動 然後又年輕力重 然後打籃球什麼的 對 那你說 你說張志軒他都在練健身 他說要走他就走了 所以他跟年齡沒有絕對性的關係 是不是這樣子 問一下現在都是年輕化了是嗎 根據2016到2018 國健署的一個資料顯示 18歲以上的成人 大概有21.6%的人 有高血脂的問題 那平均就等於是 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 有你的總膽固存過高 或是三酸甘油脂超標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稍微分析一下 它可能的原因 其實不外 第一個也是三高 三高的飲食 高油脂 高熱量 高鈉鹽 還有高糖分 那這樣子的飲食 再加上你的所謂的作息 作息的問題 你可能常熬夜 吃宵夜 喝酒 甚至抽菸 那還有一個 現在年輕人沒有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那目前現在 還有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 就是說所謂的外送平台的一個 就是 崛起是不是 對 手機打了人家就送過來 對 要吃什麼通通有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這種年輕化的一個 所謂的心血管的問題 其實高血脂可能佔了一個 蠻重要的背後因素 所以這個朱青老師要跟我們分享 對 我要補充一下 剛剛講到說 就是台灣其實是在亞洲 肥胖盛情率最高的 對 那我要分享一個伴例 就是在前陣子清明節的時候 我身邊一個好朋友 他堂弟 就那天 因為清明節 大家都回去聚會嘛 然後聚會完之後 那天大家吃完晚餐 大概八 九點的時候 大家就坐在客廳的沙發看電視 那想說 看了一陣子 想說要起身去洗個澡 下個廁所 沒想到他就一起生 這個堂弟很年輕 他也不是太胖 但是他平常也沒有什麼 特殊的疾病等等的問題 他就在起身的那一下 突然間往後倒 啪 就再也沒有醒過來了 我都要起雞皮疙瘩了 而且他是他們家族唯一的男丁 所以他這麼一倒下去之後 他們全家非常非常的悲痛 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他可以在這麼一瞬間 然後倒下去就醒不過來了 那後來才發現 原來是心肌準的 對 各位要注意 因為如果說你在聚餐的時候 吃比較多的食物 因為很多這種心血管疾病 會耗發的時間點會在於 剛聚完餐 剛喝完酒 有 剛運動完 或者是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突然間 譬如說姿勢的改變 或者是突然間動作比較大 就會很有可能 要嘛不是心臟 要嘛就是腦部中風的問題 對 那這個案例我覺得 也讓我滿震驚的 就是說因為他也是一個 很好的朋友的親堂弟 然後這麼年輕就過世了 加上他是全家族唯一的男丁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遺憾 所以換句話說 不是只有身材肥胖的人 才需要注意到吸血管疾病的問題 是每一個人都要注意的 每一個人都 尤其現在你看 這怎麼看都是年輕人 所以是年輕化很嚴重 你像那個黃黃聲也是一樣 突然之間好像是從浴室洗澡 出來了以後 洗澡的時候 然後走出來以後就倒了 然後就走了 所以那生命之間的話 其實就是一線而已 所以平常就要多注意 自己的身體健康對不對 所以高血脂就問一下 高血脂對我們的身體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還有從外觀看得出來 這個人高血脂嗎 看得出來嗎 我們外觀只能看他胖瘦 有少數的胖子 其實是健康的 可是大家殊不知 有非常多不健康的瘦子 不健康的瘦子 你看這些人都哪一個不運動 這幾個都是瘦的 又年輕又瘦又健壯 搞不好體脂率都只有三 大家都 有可能有可能不到體脂時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看外表 我不可能跟他 跟心血管疾病跟三高 做一些連結 可是有一些數字 你必須要測才知道 但是有一些表徵 就是有一些現象跟症狀 可能你有 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應該是有心血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你比較容易疲勞 或者是比較容易試睡 那就是覺得 我最近工作太累了 比較疲勞 很多人會誤以為是這樣子 然後可能譬如說 他會覺得打不起精神來 或者是譬如說睡覺睡很久 醒過來怎麼 還是覺得很累 那這個當然跟你睡眠有問題 但是很有可能是你心血管 是有三高的問題 導致於你的疲勞 因為當你血液的血脂過高 你身體的這個循環會變緩慢 對 所以這就非常有可能 還有第二個症狀 也是很多人會有的 就是你可能常常會覺得 怎麼脖子緊緊的 對 然後會覺得 容易頭脹 頭昏 或者是有些人會覺得 容易肌肉痠痛 是 你就會以為說是我五十肩 還是筋骨痠痛 不一定喔 有可能是你的血脂 就是血壓的問題 或者是血脂肪的問題 對 這個問題是大家要特別注意的 再來就是有一個症狀 就是比較容易胸悶 胸悶 或是覺得常常呼吸不過來 喘不過氣的這個症狀 那我問一下那個陳醫師 剛剛一直在講高血脂 高血脂 到底什麼是高血脂 高血脂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有說 就是在測血脂的時候 有四大天王 那剛剛有說總膽固醇 三三甘油脂 那其實還有兩個關鍵 就是所謂的好的膽固醇 跟不好的膽固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兩個的互相合作 因為總膽固醇跟三甘油脂 其實都是像一些飲食 運動 或是剛剛所說的 像糖分的一些東西 都要特別注意以外 我們這邊要特別講到這個部分 也是我常常在門診的時候 跟病人要特別注意的點 就是所謂的不好的膽固醇 可以看到那個圖上面 就是惡形惡狀對不對 那邊看起來就很可惡的樣子 因為它其實太高的時候 會在我們血液裡面 就是血管裡面 會帶來很多的脂肪斑塊 會在我們的血管壁那邊 去做沉積 不只造成說那個動脈會越來越硬 要比說我們可以去想像 像軟的水管變成硬的水管 那這樣其實這樣就有點 我們的血管彈性就不太好 那久的話 其實像剛剛新聞那個 那個也有講 如果說那一塊慢慢鬆散了 那個屑屑會跑到其他地方去 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 所以其實相對而言 也是有一些民眾 會去聽到一些醫師說 相對這個好的跟壞的膽固醇 其實好比如果你的壞膽固醇很高 但是你的好膽固醇 也相對比例也偏高的時候 也不錯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的那個保護機制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幫你把血裡面的膽固醇 帶到肝臟裡面去做代謝 但是現在其實很容易發現 好的膽固醇 大家的本錢好像不太夠 對 所以反而觀察的比較多的 就是不好的膽固醇就會偏高 所以是食物也會影響 當然就是食物 什麼東西萬惡根源 像高血糖高血脂 都是跟吃有關係 對 那吃東西剛剛有說 其實像水果大家都以為很健康 很養生 都喜歡多吃 那相對於而言 其實這樣子會飲食不均衡 這樣說我都不吃肉 我只吃水果 那這樣一個失衡的狀況之下 對我們血管的保護 其實都不好的 所以如果像我如果假設 我一直都有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天氣冷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但現在醫生並不這樣看 天氣熱其實也很危險 對 沒錯 因為其實像新聞播報 我一聽到那種天氣 要什麼極端變化的時候 就心裡就覺得天啊 我好怕我的病人 可能特別是那種高血脂很高的 我都好擔心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特別冷的時候 像特別熱 不是只有天氣變化 好比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說那個散熱功能不好 那個散熱的機制失調了 或是在一個很熱很悶熱的 一個環境之下 你又劇烈的運動 身體的那個散熱機制 有時候會不正常 會失調 沒有辦法幫我們的中心體溫降下來 對我們的心血管 或是其他的器官 都造成一個所謂的熱的傷害 二來的話其實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熱會流汗 因為我們心臟會趕快把很多的血液 打到我們周邊血管 一方面血管會擴張 幫忙我們把熱散出去 對 其實相對而言打得越快 血又往周邊去跑 我們的中心心臟的部分 其實相對它的血流 其實是灌流不太夠的 所以你看他們剛剛高爾曉 他們就是在跑步 對 又跑步 小鬼就是在洗澡 然後突然間出來 那有點像劇烈的運動 對的確 其實我覺得這個運動 也不會說一定要強度 因為每個人的 對於運動的那個強度不太一樣 像馬老師這樣子 他就打那個高爾夫 打網球 高爾夫我覺得還好一點 高爾夫 高爾夫應該還好一點 對 那個網球真的是太激烈了 還要為了打網球 要在急診室旁邊打 這粉末倒進 我真的第一次聽說 老師 對 相對而言 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有沒有多喝水分 因為我們會流汗 有可能 那如果說水又補得不夠 又特別熱 特別需要水分在支援的時候 又沒有喝多 那有可能對於我們身體裡面的 那一些灌流不足 有脫水 那其實這樣子 血液就變黏黏稠稠的 那就會更容易塞住 所以我們雖然知道說 心血管疾病對身體的健康有影響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就會很擔心用藥的問題 像馬老師 你這樣子長期用藥的話 會不會有副作用 要問一下我們的藥師 這個稍微要說明一下 其實在心血管藥物的治療上面 不管是降血脂降血壓 其實基本上它的概念 有一點像預防醫學的概念 那因為你的血脂膏跟所謂的血壓膏 不見得立即會產生身體的疾病 為什麼要處理它 是擔心它後面的一個併發症 那就像前面有提到 如果你的所謂的血脂肪高 那到最後沉積在你的血管壁 最後造成血管壁的酸塞 那如果你發生在你的腦部 就可能中風 在心臟你可能就心肌梗塞 對 甚至有的在你的四肢 你可能造成薄形 走路就是不順暢這樣子 但是也必須要講就是說 一般在你直接心血管疾病 你上所謂的門診 醫師通常是剛開始 不會直接開藥給你 對 他就說叫你生活習慣改變一下 對 就是說先戒除一些 所謂的不當的飲食 但是如果必要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使用一些 心血管的保健食品 來改善你的身體 亞健康的一個狀態 像那個保健食品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哪一些呢 保健食品 目前現在在比較有 所謂的血理依據的 關於血脂部分 是紅麴類的一些保健食品 紅麴類 對 它比較有科學 跟臨床上的一個數據 跟一個證據力 所以我們看到 朱金老師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 那個就是紅麴嗎 對 因為其實剛藥師講得非常棒 就是他們剛講說 第一次去看門診的醫生 都通常不會開藥 通常就會轉介到 我們營養師這邊來 因為它一定是日常飲食 有一些狀況或問題 必須要被調整 那通常患者只要進來之後 我們一定會先Review他的飲食 可是通常通通 都一定是不健康的之多 而且就是該吃 不健康的才會走進 對 才會走進來 是不是 對 然後就是飲食 都吃得不是太好 所以在吃的食物上面 其實有一些食材 如果真的不要用藥 真的最好不要用藥 所以我自己個人蠻推薦 裡面有幾個食物在保養 就是心血管上面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其實降血脂或是保養心血管 大概不外乎就三個 第一個 第二個你要先降低壞的膽固醇 第二個你要先提升好的膽固醇 再來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你要讓你身體強壯 對抗自由基 其實你只要把握這三個原則 你真的就可以遠離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它的罹患的比例會降低 那剛剛提到這個紅麴 其實大家應該比較少吃紅麴對不對 紅麴我記得那個 是做米糕嗎 不是 做那個紅糟肉 紅糟肉 對 對 可是紅糟肉有點可惜 是它必須要炸過才好吃 對 所以有點可惜 還是有不健康 那客家人他們是不是有一個 紅麴醬還是什麼 有 也是那個嘛 還有那個什麼紅麴的豆腐乳 對 就是把它 就比較傳統的一些食材是有的 可是一般的民眾 其實很難吃到紅麴這個東西 那紅麴為什麼會好 是因為它裡頭的 就是這個關鍵的成分 它真的可以讓血脂 就是降下來 然後降低那個壞的膽固醇 其實有幾個食材滿好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紅麴 還有就是黃豆 豆製品 凡菊你知道的豆漿 豆腐 或者是豆製品 有味噌等等 這一類其實對於降壞的膽固醇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對 然後再來就是葡萄 美國的心臟研究科學有發現說 每天睡前喝葡萄酒100cc 有助於心臟的健康 不能多一點嗎 100cc紅酒是要怎麼喝 對 它對一方來講一定不夠的 因為100cc裡頭的這個紅酒 它的白麗留存 剛好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臟的 可是你再多 多了不行是不是 你再多那個酒精 對我們身體的傷害就會造成了 而且喝酒等於喝油 真的嗎 喝太多酒等於就是你血管裡面的油脂 會再更多 所以其實食物都是這樣 過語不及都不好 然後你要多多補充這些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提高好的膽固醇 在食物上面 我覺得運動可能會比食物的效果 還要來得快一點點 運動 運動的話其實可以拉升 我們好的膽固醇 對 然後再來就是對抗自由基 對抗自由基有一些食材 我個人也是滿喜歡的 就是深綠色的葉菜類 包括像花椰菜 菠菜等等 這一類的食材其實還有Q10 大家也知道說Q10 其實對心臟的保護也是非常好 還有就是堅果類 我個人也非常推薦 Omega 3 但是堅果不是也是 對啊 也是熱量 所以我自己隨身會 這個是從我包包拿出來的 我每天會吃這樣 5到10顆的堅果 一次還是分階段一次 就一天一次 一天一次 對 你不要拿一大桶 然後吃半桶 這樣也不行 對 那個通常都是 化電影 化電影 不可以 所以你就自己把它分裝好 而且吃了以後一定會 一口接一口 會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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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均衡多攝取飲食 其實如果你本身營養有吃夠 食物有吃飽的話 你就比較不容易嘴饞 好 吃足夠的身體營養 身體就不會產生隱性肌餓的問題 那我想要問一下 馬老師你平常有喝酒的習慣嗎 我平常不喝酒的 他平常不喝酒 但是我喝紅麴葡萄酒 我有專門的紅麴葡萄酒 我今天本來要帶來的 後來怕被別人做廣告 我跟你講 在台灣 講吃心血管保健食品 種類之多 我如果說我第二名 沒有人敢說它是第一名 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吃這麼多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我 心臟開大刀 我的指數都不正常 我自己會找一大堆 心血管保健食品吃 第二個原因是廠商知道 因為電視上都有播 知道我心血管不好 他只要出新產品 他就 叫你來做白老鼠 送到我家來 馬老師你一定要幫我試吃 甚至有廠商 試之前先帶我去抽選 他說馬老師你只吃我的 吃完又帶我去抽選 所以各式各樣的 你沒聽過的 都送到我家來給我吃 我也認真吃 當然我吃最多的 第一個當然是紅麴 對 第二個是Q10 我以前都在購物台買Q10 現在購物台沒Q10了 奇怪了 那比較少聽到 就乾脆元素 當然葉酸 大家吃維他命B群 都會補充到葉酸 那我以前都吃單方的 我現在做兩個改變 第一個改變 我吃副方的 因為單方買起來又貴 然後又吃起來又麻煩 我一天吃好幾個 吃副方的 就是把紅麴 Q10 葉酸 甘蔗元素 淋蝦油 反正你想吃的 通通混在一起 通通混在一起 就一顆就解決了 第一個 第二個我現在心在吃 我現在吃義大利的 為什麼我現在選吃義大利的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義大利最重要一個事情是什麼 美食 義大利美食簡直好吃到爆 它跟台灣差不多 我告訴你 光基本款 披薩跟義大利麵 高脂肪 高熱量 清學這個樣子看起來 就是愛吃咖哩的 是 義大利真的 義大利麵 你看 披薩 都變色 所以你放了多少東西 所以你到義大利去 你看那義大利男人 都是挺個大肚子 然後肥嘟嘟的 走路就這樣走 你知道嗎 教父都長這樣 對 你講對了 你看那個黑手黨 黑手黨那個老大一出來 都是胖胖的 矮矮的 但肚子都大大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奇怪一件事情 他如果沒有被黑社會的 黑槍打死的話 對 他都活得很老 這倒也是真的 對 真的 都活得很老 你看那個教父 忙不安度 演那個 演到多老 好 所以他們也不會猝食什麼的 那麼大一隻也不會 你這樣說我倒覺得 然後我就考你了 為什麼義大利美食 他們吃這麼胖 高油脂 高澱粉 為什麼 他們卻蠻長壽的 因為他們知道 他的高脂肪 高油脂 對心血量很飽 所以他們的心血量保健食品 歐洲只有他跟德國做得最好 你到義大利醫院去 醫生一看你有心血量的問題 如果輕微的 他不會開藥給你吃 他會先推薦保健食品給你吃 看看有沒有改善 這個邏輯是挺妙的 所以義大利是先吃保健食品 吃了以後如果沒改善 他再吃藥 所以義大利的心血管保健食品 是賣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也因為義大利人 他這麼注重心血管的保健食品 因此你絕對猜不到 他的保健食品是做人體實驗的 只有藥才做人體實驗 他的保健食品做人體實驗 甚至有一個心血管的保健食品 他超過5000人的人體實驗 就真的有效 比藥還有效 對 他做了5000人 得到了有效的數據之後 他才能夠推出來 推出來以後 義大利的醫院的醫生 才能推薦給病人 給那個患者吃 所以因為他這麼嚴謹 所以我現在就是 第一個 我先吃富方的 第二個 我現在選擇義大利的來試試看 那吃得好 我下一次再推出我的檢驗報告 各位一定嚇嚇叫 真的厲害 現在馬老師的檢驗報告 還是紅字影的 不是 陳醫師都在笑了 是不是 可是我剛剛聽到 馬老師講的這些保健食品 裡面有一些數字 有一些學術名 我第一次聽到甘蔗元素 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請教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在學理上 他本身可以去調整所謂的 我們身體在製造 合成膽固醇的一個酵素 它本身的一個效率 所以某一個程度而言 就是說你基本上 你要有降血脂的功能 少了副作用 但是你又想要有效 怎麼辦 就要把紅麴加上所謂的甘蔗元素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甘蔗元素是一種要影子 它是代步的 有一點配合的味道 對 所以它再加進去紅麴這樣 是… 馬老師提到的那個 針對配方裡頭 他還有加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加了Q10 Q10這個本身 事實上在國外的一些實驗裡頭 如果你長期使用所謂的 紅麴類的保健 他發現一些動物使用的那些倉鼠 體內的Q10 那個水平會下降 那這個本身 紅麴類的另外一個風險 就是前面提到 如果濃度太高 那雖然有效 但是副作用大 所以很多 外面很多的產品 是加了所謂的抗氧化劑 但是雖然Q10有抗氧化功能 但是對於所謂的肌肉 本身可能產生的問題 其實是有幫助的 好 那陳醫師 是不是還可以提醒所有觀眾朋友們 就是說 怎麼樣能夠避免 這所謂的高血脂的一個狀況 其實剛剛營養師跟藥師 都有很專業的一些分享 這個其實都是大家平常吃東西 運動都要特別注意 那我發現其實在門診當中 很多的病患 第一個事情都會說 醫師我睡不好 醫師我晚上都睡不著 其實相對而言 其實睡覺這個事情 其實相對跟食物 運動來講 它是同樣的重要 那其實過去有一些研究 就是一些顯示 就是有一些觀察 其實過一天 睡覺少於6個小時 或是覺得沒關係 今天好有時間 一直睡... 超過9個小時 這個對我們心血管的風險 其實是有提升的 所以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朱慶祝老師 剛剛特別在講說 妳身體什麼 有哪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一邊講的時候 我都一邊覺得說 他好像在講我 睡眠睡不足 然後又覺得每天起來 壓力大 覺得都睡不飽 然後又很累 然後又全身痠痛這樣子 可是到底睡幾個小時才夠 妳睡幾個小時 我昨天7到8個小時 可是我跟你講 我半夜3點的時候 我兒子衝到我房間 把我全部的燈打開 他說媽媽 我做噩夢 所以我3點就被叫起來一次 然後5點的時候 我老公打呼把我叫醒來一次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樣算不算 有睡滿8個小時 所以預防是斷斷續續 睡滿8個小時 那馬老師呢 馬老師的話 因為傳播人的話 通常都很晚睡 我今年66歲 兩次九十一生的大手術 但是我66歲看不起來 氣色紅潤 聲音紅亮 為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睡得好 我每天睡8個小時 而且睡得很沉 然後我午睡睡半個小時 那為什麼我可以睡這麼好 這麼沉 我自己有講過這個原因 第一個 我每天運動 運動大概兩個小時 第二個 我愛吃香蕉 我每天只好吃兩個香蕉 徐靜巷還會幫我準備香蕉 除了這兩個之外 另外我的枕頭 我的棉被都是有特殊的 然後我吸精油 睡眠前我一定吸精油 拍打機 你好養生 對 甚至我喝茶 我的茶是安眠的茶 所以睡不著 所以我對於睡眠 是很下很下功夫的 睡眠真的是你精力旺盛 聲音洪亮 看起來年輕 第一蜜血 所以要問一下 我們陳醫師怎麼看待 這個睡眠這件事情 我好羨慕 對啊 但是我個人 都沒有辦法睡那麼久 其實他對於睡得好不好 真的差滿多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 一些疾病狀況 都跟我們睡覺有關係 特別是晚上睡覺 品質不好的時候 其實也會常常覺得說 怎麼記性不太好 會旺動旺漆 甚至於說連血壓 也會慢慢高起來 還有那個血糖波動也會比較大 甚至於說其實睡到的時候 我們很多器官都幫忙 我們排一些毒素 如果說睡得不夠 身體就沒辦法有效 把毒素排出去 這樣身體累積起來 對於我們的腦血管 對於我們的其他的一些失智症 這個機率都會比較容易提升 所以你看睡不好 老得快 所以為什麼女生要睡美容教 是不是 朱欽老師 對 我在開減脂門診 有一個類群的人 讓我非常非常驚訝 竟然佔比這麼高 然後大家猜猜是什麼職業 什麼職業 護士 我非常多的護士 對 因為他們都要輪班 非常多護士來看診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位 他自內分泌整個是失調 很多人會以為 內分泌失調是生理期不來 錯 其實身體有非常多的內分泌 跟你的肥胖有直接的關係 像生長激素就是 我們小朋友跟大人 通通有生長激素 其實小朋友的生長激素比較多 要讓他長高 我們大人的生長激素 目的是在幹嘛 幫助我們能量做轉換 只要你有睡得飽 你生長激素就會充足 你過多的能量就會被移轉 就比較不容易變胖 然後如果喜歡熬夜 或者是睡眠不足的人 身體還有一個激素會分泌 叫做飢餓素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熬夜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就會特別想吃 高熱量的食物 洋芋片或者是那個外送 拿起來馬上就可以訂到 那個小夜來吃 所以像睡眠的話 它分分鐘都影響著 我們身體的一個 新陳代謝的運作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個睡覺前 應該有什麼樣的儀式 可以幫助我們嗎 有喔 其實在吃的上面 只要你吃 對 你真的會好睡 尤其是在睡前 我們盡量都不要吃 太過於刺激的東西 尤其也不要喝太多的酒 因為酒它會幫助你入睡 可是其實它會打破 你的深層睡眠 像馬老師是喜歡 每天吃兩根香蕉嗎 我個人其實也蠻推薦 就是你可以吃香蕉 因為香蕉裡頭含有色胺酸 維他命B6 它是真的可以幫助助眠 然後它裡頭的色胺酸 會轉進去身體裡面 變成血清素 血清素就是快樂素 它也就是幫助你 腦神經可以放鬆 所以人家說 香蕉是一個快樂的食物 黑皮白蘭納 就是這樣子 吃香蕉很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睡前喝熱牛奶 熱牛奶也是一個 很棒的方式 因為熱牛奶裡頭就是有這個 一樣有我們人體必須的胺基酸 然後這個色胺酸會轉化到身體 它會轉換成血清素之後 除了幫助我們開心放鬆之外 再來就是它會再進入到 退黑激素的階段 我們講睡覺要關燈 其實就是要讓退黑激素能夠上來 退黑激素上來 你就很容易可以入睡 同時進入到深層睡眠 睡眠品質就會變好 對 可是這兩個方式呢 如果說你想要減肥 對 我真要講 真要吃香蕉 熱量很高 這根香蕉其實滿大 它差不多有 如果你吃了這個 它差不多1.5分 你如果吃了兩根 可能就逼近一碗白飯的熱量了 有些女生可能連吃白飯 都會很擔心有沒有 可是你吃香蕉 熱量真的是滿高的 再來喝牛奶 我個人覺得喝牛奶效果滿好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因為你要喝到一杯 你可能半夜又會起來上廁所 對 又打斷你的睡眠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吃的上面 如果說能夠用一些 比較更有技巧的方式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很愛吃美食 而且我自己也很重視 我的睡眠品質 跟我的身材的管理 所以我就發現呢 用保健的方式更快 它避免掉剛剛講的熱量 還有你不會半夜起來上廁所 重點是香蕉牛奶油的成分 它通通都有了 它含有了很多香蕉跟牛奶 沒有的成分 我們剛剛講色胺酸是 最幫助入眠 然後提升血清素 這個裡頭還有含一個成分 叫做GABA GABA 其實它是可以穩定我們的情緒 有沒有聽過 容易生氣的人容易變胖 有 對 所以其實情緒穩定 也是讓我們的內分泌 平衡很重要的關鍵 然後它裡頭含有 非常多的成分 它包含蔬果酵素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不是有很多蔬菜水果 有很多的營養素嗎 它裡頭通通都有 而且重點是 它還有添加專利的 可以讓我們身體的這個 好的會變窈窕的這個 內分泌可以上升 瘦體素嗎 對 它會幫助我們身體的 瘦體素的一個分泌 因為瘦體素 如果你分泌的量足夠的話 你就不容易形成 身體不必要的這些負擔 包括你卡在身上的 都比較容易做一個代謝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說 它在你睡覺的時候 就幫你做體內環保 所以老師它是平常時間 就可以做保健的 還是說在睡覺之前 睡前 睡前大概15到30分鐘 所以你通常如果你要培養 你睡覺情緒 其實差不多你在睡前半個小時 你就要有一個入睡前的儀式 你就差不多睡前吃個兩顆就好了 我個人還很推薦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女生如果說 希望不要往橫向發展的話 大家很多人可能會靠節食的方式 然後很多人瘦下來 就面黃肌瘦不好看 它裡頭還有幫你保養 跟美容的成分 它有添加蜂王乳 讓你的皮膚氣色好 所以你知道睡得好 又可以維持你的體內環保 又可以讓你養顏美容 是不是要 我覺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而且早上起來的時候 氣色都變得很好 心情又好 是 沒有錯 真的…我們女生很容易 不論你前天吃比較鹹 或者是譬如說你比較晚睡沒睡 隔天起來就是腫 要不眼睛腫 要不臉腫 要不全身腫 就很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睡覺的時候 好好睡一覺 你剛剛講的那些問題都會不見 而且隔天也會比較順暢 你知道他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睡覺之前的話 那個情緒容易被波動 你知道我最近情緒都非常的 高啊 波動 為什麼你知道 我想到明天股票又要漲停板了 我就很亢奮 我還想說怎麼留 200塊沒進去買 現在600塊到底要不要進去買 對 是這樣子 沒有錯 所以換句話說 好的睡眠是根絕一切疾病的王道 沒錯 對不對 好的睡眠跟你的三高跟心臟的預防 都有直接的關係 然後好的保健食品 是幫助你好的睡眠的唯一王道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自己身體上面的一些警告 警示 那麼要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 心血管的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你睡眠的一個問題 遇見新同學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Bye Bye 趕快去吃 我要扛一箱給你吃 下個禮拜 我吃吃 喝 我來吃 不吃 我吃 我吃 你吃